每次来到尔湾的花果山都感觉回到了西班牙的格兰娜达 红色的砖码房附带米色的外墙 外加一个罗密欧与朱利亚的阳台 夕阳洒落在房子的肌肤上 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安逸 视频里的这套房子是位于南加尔湾花果山 reserve社区的一套2769尺 44亿的一套房源 这套房子是一套尔湾典型的房产投资成功带利 这套房子的故事是从2021年开始 当时由开发商尔湾Pacific 也就是尔湾公司 开发建成以后 当时以156万美元的价格呢 卖给了第一个屋主 不到两年之后呢 也就是2023年那月 第一个屋主呢 以220万美元的价格呢 专手给第二个买家 也就是现在的屋主 如今现在的屋主呢 再次以288万美元 也就是每次1040元的价格呢 再次出手 就这么简单 在南加尔湾花果山一套房产不到三年 就由原来的156万美元 升值到今天的288万美元 也就是将近85%的升值 这个案例可以看出 这是在南加州地产投资 一个非常典型的成功案例了 另外 由于南加州尔湾 有大量的现金买家 所以尔湾或者南加州 整体来说 房价受利率的影响并不大 另外咱们讲一讲 这套房子小范围社区的环境 这套房子呢 本身位于尔湾北边 花果山铁门社区内 有24小时警卫巡逻 属于高级华人社区 虽然是铁门社区 但是它每个月HOA 社区管理费呢 也只有299美元 这其中包括警卫服务 社区汇所 以及用词的使用 公共区域的使用 及维护的费用等 另外呢 这个房子递税呢 也是非常低 一年呢 只有1.28% 那由于它处于 华人社区 学区的质量呢 也是非常非常好 评分是889 也就是小学是8分 初中呢是8分 高中 Marschool High School呢 是9分 那如果对公共学校 还是不满意的话呢 周围有很多私教可以选择 好了 我们今天先来到这里 对尔湾花果山 或者尔湾周围房员 感兴趣的客户跟朋友们呢 欢迎联系咨询我们 我们会给您提供 全方位的房屋 逛披露分析 学区的分析 在房屋买卖 溢价上呢 给您争取巨大的利益 个人所得税的咨询 一战是无法党的购房服务